谢谢主持人 总理你好 中国国际访便台记者提问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的社会 但是养老供给不足 质量不高 而且还面临着很多人养不起老的这样一个问题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 在中国的某个省份 去年已经出现了养老金被击穿的现象 不少人也在担心 会不会有其他的省份也会不期后尘 那么请问您 这个问题如何应对 中国将怎么解决两亿多人的养老问题 谢谢 我能感受到中国您的养老金 没反过来 我没有教育的养老金 我看到很多人不需要养老金 他们不需要养老金 他们在养老金 避养老金 我們快到已經到吃飯時間了 你問了一個和吃飯相關的問題 養老金保證足額發放 按時領取 這是我們必須做到的 的確有個別省份去年養老金收支 收不抵支 我到一些老基地去 老工業基地去調研 特別是今年夏團到這些地方 我首先問的是養老金能不能夠及時足額發放 他們之所以有困難和經濟下行壓力在當地交代財政減收有關 他們已經採取像盤貨資產 處置國有資產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 來保證及時足夠發放 當然中央也給了一定的幫助 中央財政也給了一定的幫助 我們相信現在是在養老金能不能夠做的 我們相信 現在是在養老金能不能夠做的 現在是在養老金能不能夠做的 尤其中约当派对了一些型制作人业主义与其中的 养老金总体上出现一些困难 但从全国范围来讲 我们保证养老金按时作恶发放是有能力的 去年我们职工养老基金的结余是四万一千多亿 可以说总体上收大于支 我们的养老金战略储备 就是社会保障基金拥有的资金在增加 去年是一万八千多亿 完全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养老金 做到我们提的要求 在那更加热期的看法 当然我们还要推进这个领域的改革 像今年我们就采取养老金基金调节制度 中央收取3%以后可能还会有所提高 以弥补有些省可能会发生的不足 同时我们还会通过划拨国有资产的收益 来增加社保基金的总量 不仅是它安全而且拓展营业的空间 这些可以说都是保证老有所养的定盘心 大家对未来应该充满信心 为什么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还不能老有所养 那后来人都会失去信心 我们会继续进行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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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都当作负责 这个西洋红 还是一个产业 还有很多老人 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然这绝不推卸我们 必须保证老有所养的责任 我们不肯定我们会继续进行的 我们不肯定会议 我们不是在这种状态 我们不肯定会议 因为他们的状态 是一个状态 是一个状态 的在这种状态 而不代表我们 可以放在这个状态 我们不肯定会议 我们不会放在这种状态 在推卖 保证病毒的状态 在推卖 老年人的状态 但是在这种状态 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问的是民生问题 我刚才想到前面也问了几个民生问题 这点请大家相信 我们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很重要的就是要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人民政府出发点和工作点 落脚点的都是 人民政府的工作 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应当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们就是要保障基本民生 破除民生痛点 增加由此资源 使他能够汇集更多人民群众 谢谢 سؤالك متعلقة بمعيشة الشعب وإنما نتبق أفكار 决定 ممكن حول الاشتراك ذات الخصائصينية في العصر الجديد يجب أن نضع شعب في مركزنا ونعتبر مصلحة شعب كنقطة انطلاق وهدف لكافة عمالنا للضمان والتحسين ميشة الشعب بالاضطراد وتعميم نتائج التامية على مزيد من الشعب اور تصبح ممتازة ممتازة وليس نجد موجود ل البلد لتحسين ممتازة ممتازة تحسين لدينا شعب شكرا